oh shit bro 大家好 我卷毛 今天呢 我来到美丽的重庆啊 来参加领克09的试驾活动 大家都知道啊 重庆有着雾都之称 今天早上起来就给我狠狠的上了一课 我拉开窗帘那一刹那我都傻了 你知道吗 那个雾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 但是现在呢 大家看雾呢 已经逐渐的散去 不过呢 天空中呢又瞎停雨 但是啊 我觉得这些都不叫问题啊 不管是雨天也好 还是这个雾天也好 在与安全性能 哎 表现出色的领克09面前 这些都不叫事儿 首先呢 大家看到啊 领克109的EMP呢 会想到什么形容词去形容它 可能呢 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豪华 大气 上档次等等 但是呢 我能想到形容词呢 却是反差两次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反差这两次 如果形容人的话呢 可能是形容这个人的外表 与性格 或者与他做的事不符 哎 就拿我来说啊 来给上场调整一下 我说我不抽烟不喝酒 你们信不 但是我真的不抽烟不喝酒 嘿嘿 这就叫反差 来 再给摄像头调过了 那么 放在 领克09EMP上呢 也是同底的 首先要知道 领克09呢 是基于沃尔沃XC90 SPA平台打造的 而沃尔沃XC90这个外观设计呢 可以说一直走的是这种豪华沉门路线的 但是呢 同平台打造的领克09 那豪华管首先不用多说了 可以算在上拿捏的敲的好处 但是呢 并没有一味的向沉稳所妥协 领克家族的整体设计可以说都是偏凝轻运动的啊 放在领克09上呢 也是一样 首先这台车呢 往上一放 呈现出呢就是两个字 哪两个字啊 旗舰 真心呢 气场非常的强大 而且呢 外观啊 个性十足 说真 哪无论是领克家族哪款车呢 变性度呢 都是相当的高 而往往一台旗舰也随为展现更多呢 可能应该是大气沉稳 但是领克09却没有完全的向沉稳做出妥协 现在呢 咱们来到领克新领克MP的车内啊 来我给上头调转一下 首先 这个车内在豪华感营造方面就不用多说了啊 依旧拿捏的死死的 仪表单上就配备一块12.3寸的液晶仪表 以及呢 一块15.4寸的中共屏啊 内置了855芯片啊 首先 这个车机的性能就不用多说啊 操作起来流行度啦 包括它的这个反应量都是非常的快 而且内置功能也是非常齐全 支持那海量第三方应用 完全可以满足大家一个日常的一个使用需求 而且大家看这个副驾驶的这块遮阳板没有 哎 已经换成了一块这个遮阳板的娱乐屏了 大家看一眼 我觉得这个设计真心非常巧妙啊 咱们呢 可以通过车机的这个下滑菜单 就可以进行一个遮阳板的一个折叠 以及一个开启 嗯 非常有意思 而且呢 车内这个做工用量也是非常到位啊 基本上能看到能摸的地方呢 都采用真体永远材质啊 进行包裹 尤其是个座椅的配置啊 也是非常的高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还带有按摩以及腿托功能 而且今天我实际上这家车的一个六座版本啊 第二排 座椅呢 还带有这个潮汐通道的功能 可以呢 向外呢 移动40毫米 使得呢 咱们乘客呢 进出到第三排的空间啊 更加的宽敞 但是朋友们 你们要知道啊 相比豪华感十足的内饰来说呢 领克零的EMP呢 其实呢 还藏着一颗好动的心 那么它到底有多好动呢 哎 我们开起来就知道了 要知道啊 领克零的EMP呢 在动力方面呢 采用的是啊 全球最强电汙的这个解决方案 搭载呢 是220T 高供费的放上机 由呢 P1 P2 P4的三台电机啊 高效协同 并且呢 匹配有咱们这个三脚DT专用变速箱啊 因此呢 可以带来更强劲的动力的同时呢 还可以带来更低的能耗 那么这一套动力系统的综合最大输入功率呢 可以达到精神的408千瓦 而最大扭矩呢 可以达到844Nm 另外加速成绩啊 只需要4.9秒钟的达成 朋友们 要知道啊 这个是一台自重接近2.5吨的大家伙 能有这样的加速实力啊 真心非常的难得 要知道呢 这台车呢 具备有这个三种不同的能为模式 可以呢 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在智能电话模式下呢 这台车的综合续航里程啊 可以达到1430公里 而这个纯电舒适模式下呢 这个时候这台车开起来呢 与开一台高性能的纯电车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呢 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呢 可以达到190公里 对于咱们日常这个上下班通行啊 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而纯电增车模式下 新09延批呢 可以通过三件机 与咱们这个发动机啊 进行一个串并联的锁定 而在这个模式下呢 发动机是不参与这个驱动的 只能发电比较的适合 像车辆呢 在这个低电量时呢 连续的速尼可调解释器 相比单枪空拳呢 这个双枪空拳呢 这个双枪空拳可以实现软硬以及呢 高低可调 在车辆急压速的时候呢 可以有效的抑制咱们的车辆抬头的一个产生 过弯的测轻呢 相对来说啊 控制也非常到位 不会给咱们那种呼哟哟哟开大船的感觉 并且能感觉到呢 底盘呢 对于咱们路面的颠簸个率啊 也是非常的彻底 而这一套悬崖系统呢 还可以与咱们这个四种的驾驶模式啊 进行一个串联 像在这个跃模下呢 这台车呢 可以抬升40毫米 也可以实现呢 最大220毫米的一个离底间隙 让车辆呢 拥有更好的通过性 而在这个智能驾驶方面啊 新091MT呢 也搭载了这个领克的全间自研的智能大时辅助系统 搭载呢 R4的高性能的感知硬件可以呢 实现毫米级的多方位的一个感知 而且呢 像这个多数的城市呢 还可以实现咱们高速的一个MV功能 可以依据呢 咱们的导航信息 来自行呢 进行一个智能的一个决策 辅助呢 咱们呢 完成像什么变道啦 超车啦 上下扎道等种动作啊 让我们的驾乘呢 变得更加的轻松 同时呢 也更加的安全 领克领克这家车呢 可以说呢 存在着非常多的性格 首先呢 在安静性方面啊 那是毋庸置疑的 它给咱们带来安全守护 同时呢 也可以呢 给你那种悦车 甚至于呢 是性能车的加工自由 那么在舒适性以及好感方面呢 更像是一台啊 足以媲美百万级别的SUV 那么综合来看啊 领克09是一台 既可以满足我们全家人出行 同时又能为我们带来丰富座舱体验和驾驶者制车 这里的及格是满足 也感允问题